是因為身高嗎?還是外型嗎? 就是要很誠實的跟大家說 我好像前兩個月都沒有看過你的長相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MIKO 在我的旁邊呢 是我的未婚子 好難唸喔 三個字 未婚婦 未婚婦 王教授 Hello 我是歐巴 阿伯 今天呢 要請大家 按讚 留言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接下來我們就要讓大家認識你 因為很多人很好奇 就是為什麼我的生命中會出現你 那我們今天就請大家誇獎一下王教授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我們今天啊 送集了很多 IG線洞上面網友想要問的問題 你會緊張嗎? 因為要誠實回答 在打什麼? 你會緊握你的手嗎? 不用 開始 分享第一次見到彼此的印象 什麼時候啊? 去年的4月也是嗎? 哇塞 你連這集都集了喔 哇塞 做學術研究的 4月24號 那時候有嚇到 因為我知道我要去見系主任 但我不知道現在系主任怎麼長這樣 憲勵動有關係吧 所以看起來雖然是阿伯 但是 你是在幫自己說話嗎? 已經忘了 你要回答網友的問題 網友的問題喔 應該是第一次見面是在我們辦公室嘛 就是去年的4月20號的下午 大概2點左右吧 哇塞 你好誇張喔 鏡像的第一眼還蠻親切的 然後距離不會太遠 那是第一個感覺 人跟電視哪一個比較好看 哪一定是本輪啊 第二個問題是 為什麼喜歡像對方 你覺得呢? 大家都會問我說 是因為身高嗎? 還是外型嗎? 就是要很誠實的跟大家說 我好像前兩個月都沒有看過你的長相 太高 看不到 題目是為什麼喜歡上你 我覺得 他的斷句很奇怪 是我想歪了 還是停的很奇怪 還是你也有想歪 我沒想歪 那你為什麼笑 我想起來了 有一次我感冒 然後他好像回新竹 那一天我就跟他說 我收工已經很晚了 我想要自己睡覺 就是我覺得看看明天會不會好 然後他就很緊張 然後他就一直打電話說 那他現在立刻開車北上 然後我就跟他說真的不要 因為我覺得 凌晨開車很危險 結果殊不知我睡著了以後 好像你就立刻從新竹開上來 對不對 好像兩三 凌晨兩三點 在我們家樓下 然後因為我已經睡死了 所以我完全都沒有聽到手機聲 估計可是就是他在樓下等到零三 好像四五點 我就正好回天母 我好像睡到早上九點十點才醒過來 然後就讓我的手機爆炸 所以他也沒有生氣 他就傳簡訊說 我先回天母對吉他跟買藥 然後你醒了之後 打給我 我會怎麼準備洗飯還是什麼 送過來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哇 這個行動力很驚人耶 為什麼我忘記了 你忘記了 對不起你要練自己 可是我夢到你了 所以你那時候 就是我覺得 讓我一瞬間有一點心動 會就是說 哇 你但是我遇到世界上 除了我父母以外 最在乎我健康的人了 所以我覺得 那一天就突然有那種心動感 其實他可憐喔 那你呢 我 基本上應該是我喜歡你的個性 就是還蠻細膩 我們剛認識的時候 當然因為有聊天 然後就發現 他的敏感度 敏銳度 那種感受力 好像能夠 察覺到我內心深處的某一些話題 他當然就是 大家所認為的性感女神 對不對 但是對我來說 除了他外型 我覺得應該最吸引我的 應該就是他的個性 第三個問題是 是誰主動追求的 這當然肯定是 是男生嘛 我嘛 那 剛開始就是邀請 對不對 他來這個辦公室 喝咖啡嘛 對不對 然後 當然就是 想辦法 增加一些 見面的機會啊 是不是 然後 多聊聊 認識一下 第四個問題是 在一起時 會不會有 沒話題的時候 我覺得 你應該算是我認識的 男生 大概是一個 最 最 好 是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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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南地北 什麼都可以聊 就是聊專業可以 閒聊人可以 就是什麼話題 都可以聊 你為什麼這麼能聊 就是我們有一些 共同的話題 在身上聽音樂 這音樂好像是 蠻耳熟的 很像 沒有 有時候就會看到路上 什麼招牌 什麼品牌 就看一下 就開始了解 然後 突然用這個話題 又切換到心理上去 兩個人個性是非常像還是很互補的 其實這有點重疊 嗯 我剛認識她的時候 其實我就非常快的告訴她一件事 我說你就是我以前年輕的時候的個性 對事情非常的執著 非常的要求彎琳 然後很重視過程 事實上就是對我來說 反而因為我過了那個過程 所以常常會提醒她 我說對沒有錯 我們都希望最後的結果是好的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先把這個過程中 做過程中之後 盡量平常先去面對結果 所以有時候是護 那有時候是類似 怎麼確定對方是對的人 現在對嗎 妳 妳 妳 想說拔劍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個人的愛情觀 是屬於比較自由 多人自由 對 所以我很不喜歡管人家 然後我也不喜歡被管 因為我很追求就是平等 那兩個人相處很開心 一切都好解決 可是很多價值觀又很相近 就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我覺得這就好困難喔 結果你居然是這樣陪人 啊 啊 是演的嗎 其實我們 我發現我們認識之後啊 就覺得 應該就是說 在工作上都滿足以 所以其實對愛情觀呢 事實上 我滿認同 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彼此在一起 要開心 那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我也不喜歡管人家 那彼此在一起 就不會有那種被束縛感 對所以 我覺得我們彼此愛情觀 有一點一拍戲很棒 算嗎 你官方嗎 你官方嗎 你官方 你官方 你有拍的內褲廣告嗎 內褲 對 肯定是有